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其中有一条围题要30年才能够完成 甚至印尼政府考虑要将首都迁都到比较高一点的地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全球暖化对一个国家的威胁 甚至是首都必须搬迁 而他的日子2025嘛不是 是在2024年的时候就启动了迁渡 北加浪岸是印尼爪哇中部最重要的港口 住在这里的小唐纳每天一早起床第一件事 就是先把曼靖家中的海水咬进桶子里 而他的妈妈则是把地板擦干 把水倒出去 然后再送孩子去上学 但有时候可能要用游泳的方式拆除了两门 如果路上涨了他不能去学校 哪个地方我们可以走 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你会会掉到游泳 最盛力的情况是这样 海水退去得很快 长纳能够穿戴整齐 坐上妈妈的机车去上学 从2005年开始 这个小村庄开始渐渐地被海水吞噬 有40多户人家已经搬离 但还有数十个家庭仍坚守在家园 北加浪岸终有一天将会完全沉没 其中的原因一是气候变迁 另外还有人为的因素 北加浪岸是制塘的主要生产地 19世纪荷兰人统治的年代 通过强制劳动 来提高生产 北加浪岸的浪岸生产在上 修建了不少抽取地下水的设施 北加浪岸 has a young sedimentary soil which will naturally experience compression along with the lack of water content in the soil 这座巨大的城市正在消失 亚加达的瓦拉杜纳清真寺 屋顶的瓦砾早已残破 墙面上布满了青苔 人们最后一次在这里做礼拜是2001年的事了 如今有一大半浸在了海水里 清真寺的景象让外界遇见了亚加达的未来 Jakarta is sinking and it's been sinking for decades these blue areas show just how much the city has sunk since the 1970s the darker the area gets the more it's dropped here's how much it's descended today most of the sinking happens here in the north coast where Jakarta meets the java sea here the land is sinking by about 25 centimeters a year destabilizing the area 殖住在海岸边靠捕鱼为生的人们 早先面临了惨况 而内陆地区车水马龙的繁荣地带 殖住了超过一千万的居民 雅加达是地表上下沉速度最快的城市之一 科学家表示2050年 这座城市北方约有95% 百万人的家园会被海水淹没 越到 3000香 第二天 其实小老和 就是云渐和 国大疫目的 新rac冒 上昂事情 Everything 外地消灯 土本 公司 印尼 若 百万人 雅 左落在沼澤地上 碧林 沼瓦海 城市裡有13條河流 近年來 頻繁出現的洪災 對雅加達來說並不意外 然而大自然的警訊從未停止 二零一九年新年前夕 年日的暴雨再度清洗了這座城市 凸顯了問題的嚴重程度 過在媒介 此前 印尼政府才剛宣布 計畫在二零二四年 將首都切往婆羅州島的加里曼丹 但這無助於解決生活在雅加達數百萬人的生計 雅加達沒有完善的自來水系統 也沒有水庫除水 即使到了今天 地質學家還是發現有很多的大樓 仍在使用幫浦 在沒有許可和執照的情況下 抽取地下水 2014年 印尼政府宣布與荷蘭建築公司合作 要建造和加固一條長達120公里的黃坡堤 但建造的進度相當緩慢 雅加達的Murabaru 周遭海堤也正在下沉當中 印尼的國家發展規劃部表示 遷都並不代表放棄雅加達 這裡仍是印尼的金融和經貿重鎮 未來的十年內 將投入約四百億美元進行重建 其中一項 繼續長達三十八公里 像一隻巨鳥的危機 但這可能需要三十年的時間才能完成 那時候雅加達恐怕已經有大部分的地區沉默 要如何解救雅加達 如果不能停止抽取地下水 雅加達將繼續向下沉 如果政府未能提供替代方案 民眾也只能繼續抽取地下水 這是個無止境的輪迴 不知道還有沒有機會可以挽救這座即將沉默的城市 機閒 中國盛